本學期的最後一個單元 就是關於collections 什麼是collections呢 簡單的講 我們在撰寫更advanced一點的程式的時候 通常我們要考慮兩件事情 一個是這個data structure 一個是algorithm 所以data structure就是資料結構 一個是演算法 比較複雜的程式 你同時要考慮這兩種東西 所以很多人就會講說 你修完了一個程式語言的課程以後 寄下去就應該去修這個資料結構 或者是這個演算法 很多人這樣講 其實不一定 你真的要去寫一些有用的程式的話 老實說未必見得 非得用到學校教的這些資料結構 或者是演算法 未必 但是如果你對於這些資料結構跟演算法 能夠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讓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可以知道什麼地方有什麼資源可以來應用 那倒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再來就是說由於這些資料結構 在很多地方都用得上 而且事實上這些資料結構也相當的基本 所以並沒有必要說每一個程式設計師 都要去開發他自己的資料結構 並不需要如此 所以很多比較現代的這些語言 它都包含有一些這些常見的資料結構的這個實作 那麼所以在C-Sharp裡頭 一些常見資料結構的這個實作 它就把它包在一個這個命名空間 就叫做collections裡面 好 那因此我們講這個collections 其實就是告訴你 有哪一些這個資料結構被放在C-Sharp裡面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去應用它們 好 所以其實比較重要的是你有那個概念 而不在於說你自己就能夠去寫一個什麼tree 或者是一個list或者一個stack等等這些東西 大部分這些東西比較新的語言 例如像C-Sharp或者python等等 都已經有提供了 其實你不太需要自己寫 但是你要大概知道說它是怎麼運作的 這樣你才會在選擇使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比較有一個概念 好 那這些這個資料結構裡面 我們會先做一個大概的說明 其次我們介紹最常見的資料結構 叫做列串 其次是堆疊stack 那麼這個stack的東西正好就跟我們 21點遊戲裡面的排疊 概念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立刻就可以把它用到 21點的模擬程式 所以這個程式從我們一開學的時候 demo給各位看 到我們的這個韓式導向裡面 我帶各位寫了一個 韓式導向的21點模擬遊戲 然後到了這個物件導向 我們做了一個物件導向的版本 之後在這個GUI介紹的時候 我們又介紹了一個21點遊戲的GUI版本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的把這個其中的stack 換成是collection裡面的這個堆疊 而產生這個我們21點遊戲 0.1版的最終版GC 表示它是用到了GUI跟這個collections 但是我們大概只大概提過 細節麻煩你看一下講義 第五我們要介紹遞回韓式 叫做recursive function 在過去是蠻重要 而且不太好懂的觀點 我等一下碰到再跟各位說明 第六個是要說明二分搜尋法 再來第七個是另外一種 可能可各位可以用得到的類別 叫做dictionary 這個類別其實在python裡面用蠻多的 所以你後面看到你就知道了 好 那我們先來看collection大概的一個概念 首先我們要介紹什麼叫做資料結構 我剛剛提到在寫比較深一點的程式的時候 那麼有時候我們需要考量資料結構 以及演算法的問題 那資料結構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我們有一些資料 這些資料有沒有把它用一種比較適當的方式 儲存並且呈現出來 會影響到你程式的運作的效率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可以把這些資料用一種適當的組織方式 組織起來應用的話 它可以提供我們去搭配上它對應的這個演算法 可以讓我們用比較有效率的方法處理這個問題 或者是比較能夠更貼切的描寫這個問題 那這樣的東西我們就叫做資料結構 其實我們已經學過資料結構了 怎麼說 我們前面提到的這個政列其實就是一種資料結構 對不對 依照我剛才的這個定義 那麼這些資料以一個適切的方式組織起來 並且讓我們很容易的去實作它的一些應用 那這就是資料結構 那請看 政列不就是如此嗎 你把這些資料放在某一塊記憶區裡面 那麼你可以根據它的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這些順序去取得access到裡面的內容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算是一個資料結構 好 那在我們前面所學過的種種問題裡頭 這一種array的結構對於我們的程式撰寫 也提供了不少的這個注意 好 但是這一個像人工智慧裡面 有一個這個基本的一個原理 叫做no free lunch theorem no free lunch theorem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有一種特別的方法 可以在某一種task裡面表現非常好的話 相對而言的話 因為no free lunch 你必然碰到某一些其他問題的時候 你的表現會很不好 那種時候可能某一個隨機猜的這個結果 都比你厲害 好 那因此這種array的這個架構 在這裡的時候我們目前用的是還不錯 好 但是設想一個這樣的情境 假如我們的這個array是一個很長的這個陣列 那麼如果說這個例如我們的計算機的作業系統裡面 它要維持一個這個各種這個task 它的這個優先順序的這個排列 這樣組成一個list在這裡 那我們可以預見的 因為計算機大概每20個minisecond 它要換一個工作 好 那因此這一個 它就經常要去這個變換這些資料內容的位置 例如說這個工作做完了 我們把這一項要把它刪掉 如果你把這一項刪掉的時候 在正列裡面我們要怎麼做 我就必須把這一頁這個內容換成7 然後再把這個內容換成1 再把電容把它拿掉 所以當你要在一個正列裡面 你要刪掉某一個資料 然後保持原有的這一種正列的話 那它的效率很低 因為你要挪動整個正列裡面的大部分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這一個刪除的時候 那也有可能有一個新工作 它的優先順序排在這兩者之間 於是我要從這邊插進去 那你要這邊插進去怎麼辦呢? 我這個東西要先往後退 然後才能把我這個東西放到這邊來 所以類似這一種動態變化的這一種正列的話 那傳統的這一種 這一個static的這一種正列的表達方式 沒有什麼效率 那因此這一個各位知道 這個所謂的資料結構 就是從類似這樣的一個問題開始的 好 那麼如果我們要很有效率的 從這個list裡面去刪除某個內容 或者是插入某個內容的話 怎麼做才會有效呢? 於是這個當年的電腦科學家、數學家們 提出了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每一個這個裡面的內容 它都附有一個tag 就是說它後面的連結 把這個連結連到下一個儲存內容的節點裡面 那整個一串東西是由一個叫做head的地方 指過來開始 所以head告訴你這一開始是2 下一個是6 6下一個是8 8下一個是7 再下一個是1 當你到正列的最後一個地方的時候 下一個就沒有 會說它是一個Nur 那這個Nur在這一個一般的書裡面 它的表現的方式 大概就是用一個電路學裡面的這個接地 來表示說這個東西最後就沒有再接任何東西了 好 那麼把這個原來的正列改成是這個樣子以後 那麼當你需要從這裡面刪除某一項的時候 那麼我們從head開始數到說第三項 Current在這裡 那麼我們把這一項刪掉的時候它怎麼做 我們等一下會有更清楚的討論 這裡我簡單的說一下 如果要把這一個部分刪掉的話 我只要把6後面的這個指標引到下一個7這邊來 所以我只要改變這個地方把它接到這個reference這邊來 那我們從head開始以後 那這個正列裡面所包含的內容就變成了2671 然後這個8就被bypass掉 不見了 就被刪除掉了 那如果你想要插進去一個內容的時候 那你也只要處理這一些尾巴的這個reference 這些tag 那就可以把新東西很快的加進去 所以在這個時候你所要做的這個運算 遠比我們的這個正列裡面 整個大幅度的這個移動要快得多 所以它的效率會好像高很多 那麼這一種概念 我們就把它叫做鏈結列串link list 概念上這樣子很容易想對不對 可是實作上面怎麼樣去寫一個 這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資料結構的內容 然後可以做這一些動態的插入跟刪除的工作呢 好 那其實它用到的概念就是這樣子的 首先你可以想像右邊那個 就是我們一開學的時候 告訴各位的RAM的模型 每一個位置都有一個地址 現在head這個地方 我們假設這個head的地方 它的地址是在10012 好 那我們知道 如果你每一次要拿這個列串東西的時候 你先從它的head開始 它的head是什麼 是10012 那它的內容是什麼 是1004 那1004是什麼 就是指到這一個這邊來 1004 好 那1004的地址裡面存的是什麼 是2 OK 好 所以這個head這個東西 這個箭頭就代表的就是這個地址 1004這個地址 好 因此我們從這個1004的地址找到了它的內容是2 好 可是它的這個下一個這個鏈結怎麼辦呢 好 很簡單 就是這個content的下一個這個內容所儲存的 就是它接過去的下一個node的這個地址 所以這個20104是2 那它的底下這個呢 1001就代表說2的下一個這個節點node呢 是在哪裡 是在1001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1001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是6 6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下一個是6 那6下一個是誰呢 就看它這裡的下一個地址是10013 那10013在哪裡 在這裡 那10013內容是什麼 是8 所以這裡是8 好 那8的下一個是誰呢 我們看它底下是1007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1007 那7這裡呢 然後它的下一個是誰呢 是10010 那10010呢 指過去是在這裡 那它的內容是1對不對 那1的下一個會是誰呢 結果這裡是0 代表是nure 換句話說這裡就接到了一個接地了 所以就是後面沒有在其他的這個元素了 好 所以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使用地址參考 所以我們只要在每一個node的節點 每一個節點都有兩個單位 一個是它儲存的nail 一個是它下一個node的所在的地址 或者說reference 那用這一種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把左邊這一個 我們可以容易想像的這個結構呢 用一個這一個意為的 這一個記憶體的這個架構 把它實做出來 所以用這種方式呢 就可以來做鏈結的列串 那這個東西有了以後 其實有各種各樣的變形 所以所謂的資料結構呢 常常就是在討論各種各樣的這些東西的變形 像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它叫做單項鏈結 因為它都是接到下一個 那在很多情況之下 例如在刪除的過程 那其實雙項的鏈結會更有用 那所以如果說這個接到這裡 同時它也知道上一個是誰 變成雙項鏈結的時候 那麼在做某些演算的時候 也會很方便 更方便 好 當然所負的代價是什麼 就是你的記憶的區域的大小 是原來這一種正列的兩倍 或者是三倍等等 那所以這個是 但是就是說衡量之下 如果我們覺得效率比較重要的話 那我們就會用這個 這一種方式 OK 好 那這就是所謂的這個link list 那麼假如我們不用這個C-Shout提供的 這個現成的資料結構的話 我要自己來寫一個的話 它大概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現在秀一個例子給各位看 那這不代表說你一定要碰到資料結構的時候 就要像這樣自己寫一個NO 能夠的話盡量使用這一個系統提供的這一個服務 不要想要說任何東西都自己來做 因為在這個業界裡面有一種叫做 Not invented here的這一種概念 其實有時候不太好 因為這些人就覺得說只要不是我們自己做的 那我們就不用它 這也不見得好 有時候是不錯 但是大部分時候不見得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像C-Shout之類的語言開發者 他們必然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把他們的這些資料結構的內容最佳化 並且還經過更多的測試 這些遠比我們自己去開發要來的可靠 而且來的有效率 所以我這裡只是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用C-Shout來寫一個資料結構的話 大概是用什麼方法 現在我們想要建立一個資料結構叫做list 這list裡面的內容是2687 所以需要一個函數dump 把它內容dump出來 再來把5放在index為3的地方 那就是說0 1 2 3要把5放在這裡 所以7就要挪到後面去 所以3變成5 list3變5 然後list4變7 list5變1這個樣子 好 那再來我們是刪掉 這個index是4的東西 那就把7刪掉 7刪掉的話就變成26851 這個樣子 好 那這樣的一個list 就類似剛才那樣的一個東西 我們在C-Shout裡面 如果我們要圖法煉鋼的話 可以這樣子做 我們寫一個class叫做node 這個node裡面有兩東西 一個是它的內容 我們叫做content 一個 integer叫做content 另外一個是reference 那麼這個reference的話 在我們的C-Shout裡面很方便 我們就宣告這個reference叫做next 這個next是一個node 這是因為在C-Shout裡頭 所有的物件都是使用reference來取用 那麼因此這個地方 這個reference我直接宣告它是一個node 然後把它這個叫做next 所以這個next就指到下一個node的地方去 好 那所以這個稍微要弄清楚 就是說這裡的next所代表的就是這個node 這個鍵頭 這個鍵頭指的是下一個node的reference在什麼地方 就弄過來這裡 好 那這個node剛建立的時候 它的constructor 我們讓裡面的內容是0 然後它的next把它接地 變成是nure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它的建構式如果是有內容跟next的話就這樣子 所以它就可以把內容填進這裡 然後把這個next下一個node的reference填進這裡面 變成是這個東西的next這個樣子 好 那麼因此這個class這個list它就是由這個node所構成 但在這個class裡面list裡面你只要有一個它的開頭就可以 所以在list裡面你只需要設定它的頭是哪一個node 然後當我們把一個正列的內容放進去的時候 我們先設定head它要接到一個新建的node 它的內容是2 然後這邊當然是nure 這裡就接過來了 我們另外準備一個可以在這邊移動 來知道說我們現在是處理到第幾個 這個node的一個指標 或者說一個參考 我們把它叫做current 那一開始的時候這個current是接在這個跟head一樣 都指在第一個node的這個地方 好 那這裡我們要放進去的正列的數據是2 6 8 7 1 我們就從head開始把2放進去 從1就是從第二個開始 所以我們先產生一個這個node在這裡 然後這個node這個裡面把它放它的內容是6 然後它這邊是nure 但是這個reference就要排到這個head的這個地方 的next這邊來 所以這裡的next就是一個新的東西 好 那因此current的這個node 它的next就指到這個地方來 下一個node這邊來 好 然後這個current就移到這邊來了 然後再下去4 loop再進到下一個6在這裡的時候 然後把8放進來 然後再把它底下再產生一個新的node 把7放進去 然後讓這個東西指到這邊來 好 那這樣子講 那你可能會覺得比較抽象 有的人他這個地方他可以用一些動畫來代表 那你可以你自己可以用一張紙 然後這一個一次照這一步驟去trace它 一步然後當它有一個new node的時候 就畫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把next換到它的next那邊去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你自己照著這個程式碼 然後用這個畫這個的方式去做 你就了解到說 那這個list原來是這樣運作的 好 那這個list呢 接下去它可以insert 可以delete 可以dump 剛才講過 那你如果要insert的話 那就是在比方說 這個把5放在這個index為3的地方 那這是0 1 2 到8的時候是2 所以下一個就要指到新的5 而不是原來的7 所以我們這個current從頭開始找 找到這個position的位置的時候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的next指到新的node 而不是原來的7這裡 我們讓它指到新的5這個地方 然後新的5這個地方 再把5的這個next接回來7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for loop裡面 它所做的事情就是來做這樣的事 就是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同樣你可以使自己用一張紙 然後這個一步一步的畫出這些東西 好 那這個是insert 那麼delete也是一樣 就是當你數到要發生delete的位置的時候 你就把它的前一個 它後面接的東西呢 跳過被delete的這一項 然後直接指到這個東西的下一個 所以就這邊就指過來了 那因此它的這個正列就變成是2 6 8 5 1 那這中間你怎麼去完成這個呢 那它的程式碼就在這裡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其實它在做的就是current它的next 就指到原來這個東西的next 變成這樣子幹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這樣子給你看這個程式碼這樣的話 不是很容易了解 所以我剛剛講的 你就是這個哪一張紙出來 然後一步一步的畫這些這個節點連接的方式 跟那個head的方式 你就會知道說這個程式這樣寫 是什麼樣一個意思 好 那如果你都不是很清楚 這個蘋果講這些東西都不是 沒有辦法很快的這個吸收這些方法的話 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我們考試不會考你寫這樣的程式 那但是你要有一個準備就是說 如果你要去修一個資料結構的課的話 那你看到的程式碼大部分都長這個樣子 你就要稍微知道一點 好 那我所以說我們可以不必要這個知道這些東西 因為像C Sharp它已經把這東西做好給你了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東西來除放你的這個陣列 好 那另外呢 這個資料結構裡頭 我們剛剛看到的列串 動態列串也是對不對 還有我們等一下講的堆疊 你會注意到這些東西跟你所要處理的資料 是什麼樣的物件 或者是那個integer data type 沒有關係 你可以看到 我這樣的這個結構有必要規定說 這裡只能擺整數 不能夠擺其他的這個數據嗎 不見得對不對 那因此呢 這一個當我們要宣告使用一個list的時候 那麼這個在C Sharp和C++裡面 我們要告訴他說 我這個list裡面 他所處理的資料內容是什麼樣子的資料型別 或者是這個物件的這個類別 好 那因此呢 這個就叫做所謂的泛型 C++裡面叫做template 所以在C++裡面 這一種收集各式各樣的資料結構的資料庫呢 叫做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 就是標準的泛型的 Template是一個模板 標準模型的程式庫 好 那在這個C Sharp裡頭呢 也差不多 那我們如果要使用列串 或者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通常你要告訴他說 列串裡面處理的資料是哪一種東西 就會用一個角刮弧 然後中間讓你去填 你想要處理的列串是什麼樣資料類別的列串 什麼樣物件的這個列串等等 除了這些以外 另外我們還得考慮到 當我們可以用角刮弧去specify 你的列串要處理什麼樣東西的列串 那這種概念就叫做泛型 泛型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些資料結構 其實它可以運用到 各種不同情形的類別物件 或者是資料型別 你並沒有必要限制它一定是整數 不然就沒有太大用處了 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我們盡量使用這個語言提供的資料結構庫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它寫的東西很general 不過你所寫的東西一定沒有它那麼general 好 再來 例如說剛才這個列串 那我們可能要幹嘛 我們可能希望對它要做這個排序 那如果你把這個列串的內容進行排序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能夠比較大小對不對 好 那比較大小的時候怎麼辦呢 因為一般的這個物件 這個我們不是說橘子跟蘋果不能比嗎 雖然都是水果對不對 可是呢 所以你如果說你的這個列串或是什麼之類的東西 你要它去排序的時候 那你就要規定說 我這裡面的這個物件要怎麼樣去比它的大小順序 那因此就有一種東西叫做comparal 所以如果說你的collection資料結構呢 你要處理的東西有必要去使用比較大小的方式的話 那你就必須對於你使用的這個類別呢 你要寫一個comparal的類別來做比較 那這個comparal其實它是實作一個interface 叫做i-comparable i-comparable這裡呢 中間這裡一個t代表template 你就把你所要比較的物件名稱class寫在這裡 就可以做 那你裡面要實作一個這個compare to這樣的物件 這樣子的function來比較這個你的物件的這個大小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 在考慮這一類的collection的時候 還有一樣東西很重要的 就是所謂的enumerator 那什麼是enumerator呢 就是說像剛才的鏈結列串裡面 當你要處理它的時候 你需要從頭開始一個一個一個的移動 來確定說你現在移到哪裡做什麼事 移到哪裡做什麼事 那這一個讓你能夠在一個列串裡面 從頭數到尾這樣的東西 就叫做enumerator 如果你希望什麼一個類別物件 是可以被enumerable的話 那你要宣告它是一個enumerable的類別 這個東西有點複雜 我們等一下後面看就知道了 這一些就是常見的這些資料結構 那一般來說在寫程式的時候 可能會用到的這些資料結構 大致上可以參考這個表 這個表裡面把資料結構先分兩大類 第一類是前面所講的data type 包括資料的型別 像整數、浮點數、字元等等這些東西 這些算是所謂的primitive data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所說的這些資料的排列 還有它的組織能夠提高我們運作的效率 那這種結構主要分成兩類 一類是類似我們前面的列串 link list 那我們講的array也是其中一個 一個堆疊也是一個 還有一個queue step跟queue剛好它們是顛倒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就會講 好 然後再來呢 非線性的資料結構 這個就比較深入了 所以像C-sharp的collections 還有一般的語言的collection之類的東西 它不會提供這種non-mini data structure 因為這種東西變成是非常的 依照你的需求去自己寫會比較有效 好 因此這些裡面一種叫做trees tree的結構 樹的結構大致就像長這個樣子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資料結構裡面 每一個node是由它的底下的兩個分支來決定 那這種叫binary tree 二元素 從這邊只可能出現兩個 或者一個 或者沒有的children 這樣的東西就叫做tree 這些tree當然很有用 例如說我們的作業系統裡面的檔案夾的架構 就是一種樹狀的結構 所以當你需要處理類似那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有必要使用一個tree的data structure 來貼近你真正的需求 那麼這種binary tree 你需要自己寫嗎 不要 因為你到網路上去找 有很多現成的這種binary tree 處理的這種程式碼 所以通常我們不需要自己弄 除非你的需求是很特殊的 好 再來一種 這個東西叫做graph graph這種東西大概就要去修 有一門課叫做離散數學 discreet mathematics 那裡面tree跟graph都有提到 而且這個graph有很多重要的應用 包括比方說社群軟體 對不對 某某人他跟某某人是朋友 這個又跟誰是朋友 這個跟他又是朋友 類似這樣關係 還有呢 你們都很知道的 這個graph theory的來源 就是這個Kornisberg 在Eula 數學家Eula 在這一個聽說有一個城市 叫Kornisberg 德國的 那個Kornisberg裡面 它有七座橋 那七座橋呢 他們裡面的當地就傳說 你沒有辦法把七座橋一次走完 然後都不經過重複的過程 所以這個Eula 他就用了一些數學去推論 導出來說 這七座橋不可能一次走完 那就是我們高中的時候 學那個一筆畫問題裡面 那個一筆畫的問題 就跟這種graph theory 是很有關係的 Anyway 這些東西都是跟你的application 特別有關聯的東西 才用得到 另外就是說 在一些特殊的應用裡面 你可能會用到這些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都比較深入 所以我們在這裡都不談 C-shop裡面 它也沒有提供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自己去學習 好 這個大概的說明講完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list 我剛才講說list的class 它的類別的寫作好像是蠻困難麻煩的 對不對 沒有關係 這個系統他們的C-shop裡面已經幫你做了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可以宣告它是一個list 這裡面不知道它裡面有沒有用到link 大概是有 有沒有用到雙向鏈接不知道 但是就是說它基本上就是 概念就是前面講的插入或者是刪除之類的link list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撲克牌的列串來說明怎麼樣應用 C-shop collection裡面的list 這裡對應到右邊就是我們要處理的list 一開始的時候是一個空的列串 然後我們這個insert 一個一個insert 這個梅花2 黑桃J 紅心Q 紅心A 方塊7 梅花7 黑桃5 這樣子 好 這樣設定以後 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在這個01 以index的1的地方插入一個方塊9 然後再來這裡可能又插入其他的東西 所以一步一步的做 一步做的時候你還注意到一件事情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計算機它的list 它為了要快速起見 它一開始就給你弄了一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個元素的一個陣列 好 當我們的這個要插進去或者移開這些東西 使得說它的這個元素的數目超過八個的時候 這個時候計算機它的這個類別裡面 就把列串的這個長度增加一倍 所以每次超過的時候 它就把它的這個capacity就乘以2 那這樣做的時候 使得它的這個在那個 它比較不需要說 每一個node它就要去 這個產生一個新的這個空間來處理 它不用 它一次就是弄八個 然後一次就double這樣子 使得說你在這個產生空間的這個部分 所花的時間可以變得沒有 會變小 然後這些東西它的這個插入以及刪除 應該就是使用類似link的觀念來達成 好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程式碼的寫法是這樣子 你如果要使用C-Sharp所提供的資料結構的話 那麼一開始你需要寫一個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這個generic就是范形的意思 就是說這個資料結構是提供給各式各樣的物件 都能夠使用 所以叫做generic 所以代表是處理generic的東西的 這個類的資料結構 就是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好 然後再來我們要利用一個list 這個list裡面所存放的資料是撲克盤 所以我們就寫一個list腳刮弧card 那hand表示我們手上的牌組 new一個listcard new的時候空出一段空的陣列出來給你用 接下去我們就把它內容dump出來以後 天加入排卡移走這個排卡 然後反轉跟排序 你看這裡到這裡 我們把它反轉過來 然後再排序 你還可以在裡面去搜尋說 這個list裡面diamond7在哪裡 梅花10在哪裡 你如果要用一個list的話 用這種方式是很好 而且我也鼓勵各位同學使用list 所以每一次你要使用一個陣列的時候 就順便思考一下說是不是可以使用list 因為list的東西它比較不會出現index 跑到外面去等等的這個問題 好像比較 這個應該也是有 但是就是說它的處理是比較有效的 你如果是寫C++之類的程式的話 我會鼓勵你說盡量不要用pointer 而直接使用stl所提供的列串 會比較不容易出錯 因此剛才講的這些工作 添加排卡我們就是hand list add add就把一個新的卡 new club2把它放在第一個 spanj放在第二個 add就一直在後面加進去就對了 一直加進去 這個就是添加排卡的方式 只要用add add就可以 插入的話 比方說我們要在第一個位置插進去diamond9 第一個index1的位置是第二個 你可以看到你就寫一個insert 在dindex為1的地方插入diamond9的pointer 就從這個樣子變成這個樣子 如果說是在這個3的地方 0 1 2 3 把它插進去一個hot3的話 那就是這個要往後挪 然後變成這個j 然後是3 然後qa775 這個樣子 好 remove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你指定哪一張卡要被移走 例如說hand2 0 1 2 所以這一張牌要被移走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 那個移走 第三號位置的這個東西 你就remove at這個3 就可以把它移走 好 所以這個是remove 還有remove at 那 反轉跟排序呢 就是reverse sort 所以這個不用講 那搜尋的時候 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這裡面 你的list裡面 有沒有包含這張牌 有這張牌的話 我們使用一個叫binary search 你可以找到說 這個diamond7在什麼地方 如果有找到的話 你一定是就可以告訴我們 它的位置是在哪裡 index是多少 如果它沒有contents這個diamond7的話 那就是沒有找到 所以它直接寫說沒有找到diamond7就可以 再來clubs 也是類似的方式 只是你一開始就使用一個 binary search在list裡面找尋clubs 但是你注意到這裡 它多了一個東西出來 叫做card comparison 也就是說 當你要使用這種binary search的時候 需要去比較 你現在這張牌 依照大小排列的時候在什麼地方 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 因此你要告訴這個程式 告訴電腦說我是如何來比較 兩張牌的大小關係 因為這個binary search的方法裡面 就是依照牌的大小把它組織成一個 樹狀的結構來搜尋 因此你有必要去知道說 這一張牌有沒有比另外一張牌大 所以你需要提供給它一個比較 這個撲克牌大小的這種比較器 要告訴它 好 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到 利用binary search 只要index 如果它有找到的話 就會告訴你index的位置 否則的話 index就會是負的 那負的話你就知道說 它沒有找到這張牌 write的部分就不講了 那我現在來看的是 撲克牌這張卡的定義 那這張牌宣告成一個structure的時候 注意看 它跟我們之前所宣告的card 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我要宣告它是一個 i-comparable card 我剛剛講過 i-comparable是一個interface 那這個interface裡面規定 如果你是一個可以比較大小的物件的話 那麼你必須實作i-comparable interface裡面 所規定的這個function叫做compareTo 好 那因此等一下這個card 我們要寫一個function叫做compareTo 這樣排這個class才可以來比較它的大小順序 這個function怎麼寫呢 它的原則就是這樣 大於0的話結果是1 比較小的話那就是-1 相等的時候就是0 好 那所以compareTo的話 就是以你現在這個物件 它跟另外一張牌C 來比較哪一個牌比較大 那我們假定比較的結果叫做result 一開始先設它為0 那麼如果我們這張牌的花色 比C的花色要小的話 那我們的結果就是-1 suit花色可以比較 因為我們是使用enumerate 來宣告suit 是club、diamond、hub還是spate 對不對 越後面就越大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比較suit 那如果它花色已經比較小的話 那沒有話講 就是-1 我們的這張牌輸給C這張牌 那如果顛倒過來 我們的花色勝過C的花色的話 那這個結果就是1 好 但是如果兩個花色相同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就在比底下這個 就是我們的點數如果比C的點數小 那就是-1 那如果我們的點數超過C的點數的話 那我們贏 那麼如果花色跟點數都相等 那result就是0 就是它們是一樣多的 好 這樣宣告以後才使得說我們的這個card 可以被這個比較它的大小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 還要實作的一個東西 就是比較器 兩個牌同時來比 那這個時候它實作的是i-comparable 那就是說比較兩個東西大小的類別 所以我們比較兩個東西 那比較兩個東西的時候怎麼辦呢 很簡單 我們就讓Cx去compare to Cy 那就可以得到它Cx比Cy大還是小 還是一樣就可以得到 好 那因此呢 這個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list裡面 來這個處理 這個我們所要儲存的這些物件 並且這個我們可以對它進行 這個插入 刪除 搜尋 排序 反轉等等 都可以來這邊進行 好 那各位可以練習一下 建立一個list內容是正方形的物件 然後你可以去像剛才那個方式去寫一個使用collection裡面的list的方法來試試看 好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堆疊的概念 為什麼叫做堆疊 就是我問一下 各位同學裡面 你們有幫媽媽洗碗的洗碗盤能取下什麼 然後你每次洗碗盤的時候 洗碗後要放到櫃子裡面 你一定是一個盤子放上去 然後另外一個盤再疊上去 再疊上去 再疊上去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就是push 你把碟子放到另外一個上面 就是push一直push上去 然後你每一次要拿碟子的時候 一定是拿最新放進去的碟子拿出來用 對不對 所以那個就是pup 取出最上面的碟子來使用 所以推疊概念就是它是一維的資料結構 但是資料順序是後進先出發 所以有一個說法叫做last in first out 簡緒為lifo 先進去的最後拿出來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的話 基本的操作就是push 就是疊東西上去 hub從最上面把東西拿出來 那如果你不要拿出來 只想看一下它是什麼東西 那就pick 偷看一下 最上面的那一個碟子裡面裝的是什麼 好 這樣一個東西 早期會研究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們學過的韓式鋪教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用debaga 偵錯器的時候 你可以在偵錯的視窗裡面 找到一個叫做calling step 就是呼叫的堆疊 什麼意思呢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是在主程式裡面 對不對 那以此我就把主程式的位置放在這裡 那這就是最底下的跌子 那我這個主程式呢 如果呼叫了一個function a 那我就把function a 疊在man program上面 那我function a 再呼叫function b 所以我把b再疊上去 那function b又呼叫方便c 方便c又呼叫方便b 好 那因此到b這裡以後 那方便b執行完b以後 回到方便c對不對 那方便c的話 那剛好就是我把最上面的方便b 比走以後 那接下來這裡出現在top這個地方的 就是方便c了對不對 所以我再把方便c拿走top以後 那我就變成是方便b 方便b pop以後 方便a 方便a pop以後 回到man program 然後就可以結束這個程式 ok 好 那因此早期計算機科學家 他們研究這些韓式呼叫過程裡面 他們就發現說 他們需要有一個類似堆疊的架構 來處理這些韓式呼叫的關聯 所以這是早期的科學家 研究堆疊的動機 那因此呢 在有一些狀況裡面 那我們有必要使用這些state 如果附帶說明一下 如果需要使用state的時候 通常就代表說 你的程式可以寫成一個recursive的函式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定為的函數 因為定為的函式呼叫 就是使用state的概念去實作出來的 所以程式語言裡面 你使用定為的話 那他程式系統裡面 實作這個定為呼叫的方法 他事實上就是使用規諜 好我們來看一下 各書的資料結構 一樣你還是要使用 system.collections.generate 那接著就像剛才用的list一樣 這樣我們要寫一個state 然後裡面的內容是integer 所以我就不要弄奇怪怪的一些物件 我就使用這個integer 好 那因此我有一些整數的integer 然後我一開始new一個state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只有一個空的堆疊 還有一個指標叫做top 那接下去呢 我們就push跟topdata 那怎麼push跟topdata呢 我們看一下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push一個7進去 所以堆疊有了一個元素7 並且他的最上面top的位置 用一個reference指標 top來指到這個reference7這個地方 那這是第一個放進去state的東西 其次我再把1放進去 然後用top放進去 那接著再把3push進去 再把4push進去 好 因此到這一步以後 我們就有了4個元素 那這4個元素 我們現在要一個一個 把它拿出來 那我們首先要知道說 一共有多少個元素 所以我就使用一個屬性 叫做cult 去知道說stack的size是多少 那這裡我知道是4 那4以後呢 我就想著說 我只要part4次 就可以把stack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取出來 好 那因此我們就使用一個for room 然後執行4次 那每一次呢 都是先從stack裡面top一個內容出來 這個出來的東西就把它叫做top 然後把這個top的內容寫出來 這個top就會等於是4 那4完了以後呢 這個指標會移到這裡 移到這裡以後呢 我們再一次top 於是把3拿出來 設定為整數的top 把這個3取出去 再來把接下來的1取出來 然後再把7取出來 所以當這個步驟結束以後 stack重新恢復成為空的stack 那這空的stack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再下去是把5放進去 把5放進去以後 然後我們再去peak 去偷看一下 stack現在是多少 然後把它放到top裡面去 好 那因此可以看到 乘4碼的租出就是這個樣子 好 剛才我們top的結果就是 4 3 1 7 然後再來 不許5 把5放進去 5放進去以後呢 再看一下內容是多少 當然是5 那5這個結果把它寫出來 好 然後最後stack裡面有一個元素 所以你注意到 top的話它會把stack的高度降低 但是peak不會 peak只是把最上面這個地方的內容取出來而已 好 所以這個是堆疊的利用 那麼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拿來作為 呼喊牌牌疊的模型 那因為你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寫呼喊牌牌疊的時候 那個dack 那我們得要自己去實做堆疊 你要去設定一個指標叫做hub hub 一路的增加 然後去每一次都去取得hub 最上面的一張牌 那現在呢 如果我們要使用stack 去實做牌疊deck的話 好 那第一個當然我們要使用亂數 來產生部分牌疊 對不對 那因此呢 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一開始要newdeck newdeck 我們看一下 就是要建構一個建構式 那建構這個建構式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是給它一個卡片的這個陣列 然後讓它可以形成一個stack 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排別這個deck裡面 它內部有一個卡片的堆疊 然後這個堆疊 然後這個堆疊 運作呢 是在deck裡面來進行 那deck裡面呢 它可以 所以一般情形之下 我們用亂數產生器 去產生52個亂數的順序 那這個亂數是由0到51 然後我們來分別決定 它是哪一種花色的牌子 好 那因此呢 D4&Stack 是建立起52張牌的牌疊 那這個牌疊呢 是放到card stack 宣告為堆疊的裡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car deck裡面 它怎麼弄這件事情 產生牌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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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產生52張牌 對不對 那52張牌呢 每一次就先產生 0到51裡面的一個亂數 如果這個亂數之前 沒有用過的話 那我們就回去重來 我們一旦把52的花色都弄完以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決定它的花色跟點數 然後我就用card stack push 新產生的花色跟點數的這個牌呢 放到card stack裡面去 用push的方式把它放進去堆疊 你頭 所以堆疊這裡呢 那每一次它發一張牌的時候呢 就是第二卡對不對 那第二卡我們先做的時候 就要自己去寫一個整數 來指出說現在它指的是哪一張牌 可是現在我們使用它提供的堆疊的話 那我們直接就叫一個pub就可以處理掉 那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我們程式需要知道說 還有沒有牌在這個card stack裡面 那因此呢 我們可以先使用一個pick 去看說這個牌的最上一張牌是什麼 那這張牌如果是發生extension的話 那就表示牌已經用完了 現在是空的牌點 那於是empty就變成是true 那因此呢 還有沒有另外一張牌呢 就是要看empty的躲避 這樣就可以知道牌點裡面還有沒有牌 那這張牌點裡面還有沒有牌 所以呢 用這個概念可以使用 collection裡面的step 來作為21.5系裡面的 公開牌疊的資料結構 那所以呢 我們只要在21.5系 我們寫過的這個程式裡面 把step的部分改成是 剛才我們所寫的他step內容 那麼就可以把我們之前的21.5系的程式 就是把換成是使用connections的程式 所以這個是滿方便的一個地方 好那另外 堆疊是last in force out 最後進入的資料呢 要最先被取出來 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要模擬另外的一些現象 例如說你要模擬電影院 或者是點唱會 買票的人群排隊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時候呢 你需要有一個list 來模擬排隊的人群 對不對 好那這時候呢 你所使用的就是 叫做 force in force out FIFO FIFO 這個東西呢 那就是 我們在前面這個 常見資料結構裡面的Q Q就是 force out force cert 這個list 所以比方說你要寫一個 餐廳經營的遊戲 排隊的客人 你當然是先進來的先服務 對不對 所以這類東西可以用 chew的方式模擬它 chew剛好跟堆疊電腦 那堆疊是先進後出 chew的話就是先進先出 還有一個地方 chew也很有用 例如說是電腦工序裡面 訊息進到網路的伺服器 那網路伺服器的話 它裡面就有一個chew 進來的訊息呢 就依照先後順序 排列 force come 然後就force out 所以在很多地方 你可以找到它的用處 好 那現在我們再來看 避回的嘗試 對於老一派的 計算機的科學家 或者是 管體業的老闆來說 他們如果要 派程式設計師的時候 曾經有一本書 有一個作者 他開一家管理公司 他說 大家都教Java以後 讓他面試 程式設計師的時候 可以問的問題 少了很多 怎麼講呢 他說 以前我徵求這些 程式設計師的時候 我只要叫他解釋兩個概念 他如果能夠解釋得很好的話 那他的程式設計 基礎就沒有問題 那哪兩個問題呢 第一個 他會說 面談的人說 說明一下指標 pointer的概念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避回 理科系 這兩個東西 能講清楚的話 你的計算機 科系 你的程式 應該就學得不錯 好 可是像Java 或者是C校 這裡呢 那麼已經不用Pointer 兩個問題的前一半 就好像是 沒有辦法那麼清楚的 去描述 標的這個應用方式 因為機校或者Java 這些東西 都已經能夠自動 處理這一些 Hip Space裡面的 這些Garbage 的Collection 的這種事情 所以他變成是 程式設計師 一般的訓練 就比較缺那一塊 好 因此那個部分 就現在來講 可以 除非必要 可以不用再去 搞清楚那些指標的東西 當然我們這裡 所講的reference 還是跟指標有點相似的地方 好 再來我們就要講 第二個重要的觀念 就是地回 地回這個東西 大概你看十本 程式設計的書 裡面有九本 會拿這個接著的例子 來跟你說明什麼叫做地回 其實是跟我們高中所學到的 數學歸納法的相關性 數學歸納法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你對於任何一個 整數運算 最小的整數 比方說1 或者是0 有所定義 然後 對於整數n 你也有辦法定義n加1的話 這樣子 你對於所有的整數 你的運算 就都有了定義 這叫做數學歸納法 好 因此 階層運算 我們可以使用數學歸納法 來定義它 如果我們使用數學歸納法 來定義它的時候 那就是這個樣子 最小的一個整數 包括0在內 我們對於最小的整數 0 我可以定義它的階層等於1 證明 我就可以說 如果我對於n-1的階層有定義的話 那麼我接著定義了它跟n階層之間的關係 那麼我就對所有的整數都能夠進行階層的計算 好 那因此你可以看到 如果照數學歸納法 應該是寫說 n階層乘n加1等於n加1的階層 所以表示說 你對於n的運算 跟n加1的運算 中間你能定義的話 那這兩個東西合想 就可以定出 對所有的整數 正整數都能夠計算的這一種運算 那這就是所謂數學歸納法的定義 好 那所以 一種方式 是從0開始 然後乘到你要找一個數字 所以例如說 0階層等於1 1階層等於5 然後2階層等於1階層等於2 3階層等於2階層等於3等於 這樣弄過去 好 這樣的一個是標準的數學歸納法的定義 而且呢 如果你真的要算階層的話 那強調就是建議你用這種方法算 然後不要用一般課本會跟你講的這種遞回的方式來算 好 我現在講一下這個遞回的方式 遞回的方式的話 跟剛才編導 剛才是從n的運算推到n加1的運算 那麼遞回的方式呢 剛好顛倒 他是找出n的計算 然後要去跟他前一個數字的關聯 所以就是n的階層 我們找他跟n-1階層的關聯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是所謂的遞回定義的方式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是什麼呢 你看 例如說我想知道4階層的話 那4階層的話 根據這個定義 我必須把它知道3階層是多少 然後再用4去乘它 那為了知道3階層是多少 我必須拿3乘以2階層 所以我不要知道2階層 那2階層是等於多少呢 我再用2去乘上這個1的階層 那1的階層就變成1再乘以0的階層 所以最後就變成4 4乘以3乘以2乘以1乘以1 然後等於2的4 那這個我們是叫做遞回的方式 也就是說你一直到一個比較大的數字 然後去計算到這個2 然後利用它前面的計算 然後推出比較大的這個結果 那在做這樣一個事情的時候 這兩種算法呢 它的這個計算方式會不一樣 來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對於這一層的計算呢 可以有一種non-recursive的方式 或者是使用recursive的方式 有這兩種方法 但是這樣的話得到的答案 應該都等於4的階層就是24 那我自己秀這兩者是說 一般的書講遞回的時候 都是用recursive的方式在計算階層 但是在計算效率上來講的話 其實non-recursive才是比較有效率的做法 我們看一下 就跟我們前面的做法一樣 用這個4 然後一直把1乘到這個n階層就可以 所以用這個方式繼續進行 這個不可以的話 那這樣一個計算方法是比較有效率的方法 recursive的方式呢 在剛才這裡 你不需要去呼叫另外一個自己這樣的方法 但是recursive的話呢 你會去呼叫一個自己一樣同名的方法 你如果想知道結成的話 你必須知道它的n-1的計算結果 然後讓它乘以n 就等於你的這個結果 好 那因此呢 當你需要知道n的結成的時候 你得去找出n-1的結成 那你要知道n-1的結成的話 你得去找出n-2的結成 你想找出n-2的結成的話 你要找出n-3的結成 一直到哪裡 一直到你的參數 變成是0或者是1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直接回1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然後我們的往前追溯的這個過程就結束了 好 那因此呢 所以像這個例子的話 4階層的話 我需要知道3階層 3階層的話 我需要知道2階層 2階層的話 我需要知道1階層 1階層的話 我需要知道0階層 好 那這樣乘起來 結果就是204 好 那因此呢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發現 他們的關係 就是後面一個跟前面一個是一模一樣的定義方式 但是呢 會有一些變化 也就是說這個參數會有變化 早期的語言波串之類的話 他是不允許你的韓式呼叫你自己 也就是說你看這裡 他是呼叫一個同名的自己的這個韓式 只是你的參數不一樣 早期的波串語言 他規定不准呼叫自己 所以他沒有這種recursive的方式 那一直到後來 Argo等等的語言出現以後 才把recursive的東西加進去 那這種recursive的問題 當然不會是只有階層這種方式 在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我們修這種高人 或者Argo語言的時候 他出的題目呢 叫做八個queen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西洋棋的棋盤上面 你擺八個queen 然後必須彼此或不干擾 導出所有可能的排列的方式 那一種問題呢 就使用這種recursive的方式 要比你使用 你幾乎沒有辦法想到 這種非recursive的這個方法 因此在很多問題裡面 是可以用這種recursive的方式 那這種recursive的概念 它是怎麼樣呢 例如這個是要計算四個factorium 四個結子 那根據剛才的這個程式碼 你呼叫四個factorium recursive以後 你必須去計算三個torial 所以這個假定是計算四個torial的程式碼 那在這裡面呢 它一開始的四不是零跟一對不對 所以它必須去呼叫 這個它自己的韓式語稱 但是參數不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把這個韓式呢 等於是把它複製一份 弄到這邊來 但是呢它的參數變成了三 好然後再來它又變成需要去找參數是二的這個韓式呼叫結果 所以我就把這個東西呢 再把它複製一份它的程式來這裡 然後就呼變成 參數變成是二 去執行這個樣子 好 那我這裡講說複製一份 但其實計算機內部不可能做這種賞識 它一定有比較快速的方法去處理這一些 呼叫它自己的概念 好 那因此呢 你的四階層呼叫一個一模一樣的韓式 只是它的參數變少了變三 然後再來這個東西呢 它的一模一樣的韓式 只是它的參數變成了二 好那再來就是這個一對不對 好那到一的時候呢 這個當你到一這邊來的時候呢 它直接就回去答案是一 它沒有再往下找另外一個版本的韓式 好那因此呢 這個時候它會有一個結果傳回去 那這個結果傳回去的時候呢 就回到二階層的版本 那二階層這個版本呢 因為有了一階層以後 所以二階層就得到二乘以一等於二 那二階層呢 因此呢 因此就回到三階層的這個程式裡面 那回到三乘以二階層的去處裡面 那因此呢 這裡就得到了三階層 等於六 這樣一個東西 在這裡 因此就回到這邊 結果再回去 這裡 那因此呢 這裡四階層呢 就等於是四層上 這邊三階層所傳回來的結果 然後答案變成是二十次 然後這個程式就結束 第回的概念就等於是說 你每一次碰到呼叫自己的行次的時候 你就把跟自己一模一樣的計算過程呢 重新進行一次 但是呢 它的參數要改變 所以如果說你在呼叫這個禮科時期的時候 都是叫它自己 然後永遠不會到一或者禮的話 你就進到一個 你訓練路裡面就會出問題 好 那因此呢 recursive的話呢 概念上 就是獨立這個運算 但是這運算的參數 是一直減少 然後最後會達到一個 不用計算的 就可以傳回結果的情形 那這時候 你再回頭來 把每一個東西都建立起來 好 那這樣做的時候呢 顯然它就需要有一個stack 當這個函式執行到這裡的時候 它需要呼叫這個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就把執行到這裡的函式的狀態 我們把它存顯 存到這個機裡面去 就把它push到一個stack裡頭去 也就是說到這裡的計算機的狀態 我們把它push到一個stack裡頭 接下來我們到這個東西 它計算到這裡的時候 又需要再呼叫另外一個緩分的東西了 於是它也一樣 把這個方選 執行到這裡維持的計算機狀態 push到這個stack裡面去 好 然後再來這個的話呢 同樣也把它的狀態 push到這個stack裡面去 好 那因此到最後這裡呢 我們發現說 最後這個 堆上去這東西呢 它不必要再計算了 它直接把答案就過來 好 那因此我就從在裡面push一個結果出來 然後跟你剛才算出來的結果 乘起來以後再到這邊來 那到這邊來以後 我再從這邊push一個結果出來 然後乘上這個結構以後呢 再回到這邊來 到這邊來 push一個狀態出來 push一個狀態出來 這個栽動的地區 就可以算出它最後的結果 好 那因此呢 由於我們有堆疊的觀念 能夠處理 所以呢 才能夠 使得說 我們可以用這種 韓式 呼叫自己的這種方式 來處理這種所謂 遞回的結果 那同時呢 因為這種遞回的計算方式呢 需要使用堆疊 那因此 韓式的呼叫過程 它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它的效率是比較低一些的 盡量避免 不要用五顆死 好 另外再附帶一個警告 如果你要寫一個 這樣的韓式去呼叫階層的話 你大概頂多到幾百幾千的階層 五顆 大概就計算機裡面 就overflow了 32位元或64位元表示的這個整數 就可能沒有辦法存放這麼大的階層的內 可是你如果使用一些軟體像 你都知道NASMANICA 那個軟體呢 它裡面可以計算到任意位的整數 所以它可以計算到很大很大的整數的階層 它都可以算得出來 那因此呢 如果是你要求很大的數的階層的話 那你可能要另外想辦法 因為如果用這種方式去求的話 那你程式很快就會爆掉 好 那這是附帶說明 好 那這裡有一些練習 那例如說 非常看到的 遞回的 大概就是這些題目 那例如說 這個Degonacci數列 那這個東西 我相信各位在高中 應該有算過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還有它的前後項的比例 這就是所謂的Degonacci數列 以每一項 都是前兩項相交的結果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自然界的現象 那它們裡面呢 會有這些數字的出現 類似這樣一個菊花 不知道什麼花籠 這個 這個排列 那往這邊轉的螺線 跟往這邊轉的螺線 兩個線條的數目 就會跟這個數列一模一樣 好 那另外 如果你有看過這本書 或者一個電影 達文西密碼的話 你就知道它的場景 羅浮宮裡面的廣長被摩殺 它寫上Degonacci數列的這個數字 那還有就是說 從古希臘 他們就認為說 這個數列的極限 二分之一加分號 就是所謂的黃金比例 那當然希臘不是靠極限算出來 他們是利用矩形的分割 然後自我相似的定義裡面 導出黃金比例來 那這個就是你可以練習一下 理科史的概念 那另外呢 在推的資料結構裡面 可以用得上 但是這個 我在這裡就沒有時間去講 如果使用一個二元素 就像這裡我們看到的處理方式 其實就可以用理科史的方法來處理 不過這裡我就把它掠掉 好 那我現在看的就是說 我前面講那個歷史的時候 就有提到說 我們可以用二分搜尋法 來找出 list裡面的某一項 有沒有在裡面 好 那這個觀念呢 我們有個人的生活體驗 一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其實念的是電波族 那那個時候我們有一個 念計算機組的大學同學 晚上我一起在電腦機房裡面加班 好 好那時候就好像機器有些問題 怎麼樣 還是需要買些什麼東西 結果要把電話 去訂購一個什麼東西 好 結果我拿起電話簿 你們大概現在不知道電話簿什麼樣子 以前那個電話簿叫Aeropage 很厚一本 然後你要去找出來說 哪一個電話 然後是賣什麼東西之類的 我就拿起電話簿 開始這樣翻 從前面這樣翻過去 結果我這個念計算機組的同學 看了忍受不住了 然後就把那個電話簿拿來 然後分一半 再分一半 再分一半 然後跟我說 Binary Search 我說 對 原來這個就是應用到實際生活的方法 所以 例如像字典 當你要查某個字的時候 你如果從第一頁開始翻起 那太遜了 所以你應該是先翻一半 然後看你的要查的字 是在前一半還是後一半 那這種方法 弄下去的話 你大概就是取2的LOG 就可以找到要的東西 是比較有效率的方法 好 那這就是所謂翻譯的設計 OK 那你看一下 我這裡舉一個例子 這裡呢 假定有一些名單 假如他已經 我們按照字母的順序 已經收起過 排序過了 排序過了以後 那現在假定 我們要找一個 Jone的名字 就是它是位在什麼地方呢 那這個時候呢 先前是這個是名單 所以呢 我們先從上面去看 中間的內容 我們可以看說 這裡有一半 這裡有一半 Jone的話呢 應該是在後面 所以呢 這一半我們就把它捨棄 不看 然後只看這一部分 那只看這一部分的話 就剩下 Harrie Irene Jo Kerry Larie Mary 那因此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再看 Jone這時候 應該在這一半 還是這一半呢 OK 所以我發現 這個Jone 是在上面 對不對 Jone在上面以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發生要三個 就是 Irene Jone Kerry 不對 應該還有一個 那因此我們就看到 Jone就在這裡 就找到了 其實我們可能很多 同學 大家都玩過這個遊戲 就是拆大型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寫一個數字 你寫一個數字 你寫一個數字 可能說三位數 或者四位數 之類的 那我要猜 你寫的數字 是多少 你要猜我的數字 是多少 那你怎麼猜呢 那從中間猜 每次猜 每次猜大一半 或者小一半 這是最 應該是理論的講 最有效率的方法 對不對 因為你每次猜以後 對方就要告訴你 我的數字 比你大 還是比你的小 對不對 所以用這種方法的話 二分筆記 二分搜尋法 還有高中可能學過的 求根的二分搜尋法 大概都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從大範圍裡面 每一次 解一半 解一半 那你要搜尋的這個次數呢 就跟二的四方有關聯 那因此 你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 Binary Search的過程 其實我們可以 一開始的時候 把它排列成為 這樣子的一個 Binary Tree 你從中間這裡 開始搜尋 對不對 然後比它大就是 那裡 比它小就是 那裡 所以這種 二分搜尋法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一個二元素 Binary Tree Search裡面 Traverse 這裡面的某一個東西的過程 這種東西的 實作 翻譯去 社群的實作 通常 就可以使用 Recursive的方法來寫 你只要每一次都找 每一個的 下一個 或者右一個 右邊或者左邊 就可以完成 二分搜尋法的概念 Recursive的方式可以做 好 那這二分搜尋法 左邊那個 也可以用 Recursive的方法來做 它這裡的每一次 都是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 同一個 function 來呼叫 只是 你每一次所處理的內容 是前一次處理的名單裡面的一半 上一半或者下一半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每次去找中間那一項 然後看它是比較小還是比較大 來決定說 你要找上一半的名單 還是下一半的名單 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做的時候 它的 虛擬碼 就是點算法 就是這個樣子 它的search 你要找某一個東西 那你的範圍 是這個list 所以如果說 list已經找到空的話 那就表示說 你要找的對象 沒有在名單裡面 否則的話 你可以看這裡 我們就找出中間的 net entry 然後呢 如果說 等於的話 就 小於的話 就把這個list 分一半 然後再重新呼叫一次search 那如果大於的話 就取另外一半 然後把這一半的list 取代掉的list 重新呼叫search 這樣一個程式 寫起來的時候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binary search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樣子 那這裡呢 我們只用五個簡單的 來做測試 那我們的list裡面 有 ab bar carol dary跟e 測試的時候 就是使用這個名單 去搜尋 那假定我們要找carol 0跟4 就代表說 他搜尋的範圍是0到 index 是0 1 2 3 4 所以每個搜尋都是找0到4 表示他處理的是整個名單 那這個時候的binary search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寫 所以你要找什麼字 然後你的所有的下線跟上線 你找到的index 我們去 那因此可以看到 每一次你都去找 在中間的這個index 然後去比較他跟list裡面的東西 然後比較這個結果 然後地為呼叫 return search 那這裡就是地為呼叫 你看 這時候的low跟high 都已經改變 依據 你要找的東西 比他原來大還是小 然後去調整 low跟high index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可以 用一個excel 來學習一下說 呼叫過程什麼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另外一種 常見的類別 Fictionary的話 顧名思義 就是很像是 電話號碼部的資料結構 那類似這樣一個結構 通常它會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key 那另外一個呢 key 所對譯到的 item value 例如說 在這裡 我們依據 百家信 趙大 前二 孫三 五四 周五 五六 那我們每一個人的電話號碼 列出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當你想知道 某個人的電話號碼的時候 那麼 利用fictionary 你就可以知道電話號碼是多少 這裡面的每一個term 就是一個dictionary的entry 然後每一個entry 都有一個key 跟一個value 首先 我們要建立起一個formbook 這個formbook 是一個dictionary的資料結構 它的key 是一個stream 它的value 也是一個字串 因此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建立起一個dictionary 可以告訴他 我這裡面的data 是包含哪些類別的東西 好 然後呢 我們把空白的電話簿 我們加進去 照檔 還有他的電話 前二 跟他的電話 依此類推 找到 無六 他的這個電話進去 好 那接著 我們就可以 在victionary裡面 去找尋 某人的電話 或者是 維護電話簿 把模樣東西刪除 或者是 插進去 改變 第一個測試 是檢驗 phonebook 孫三 所以你想知道 孫三的電話號 你就寫一個phonebook 孫三 就可以了 那他的結果 應該就是 03 933 3444 答案是正確的 所以這個測試就通過 success1通過 然後呢 success2 說這個phonebook裡面 P裡頭 有一可能叫 周五 剛好今天就是周五 好 那因此 這個結果也是true 好 然後再來呢 把前二 旅目 所以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結構裡面 我們可以把我一個項目 送給理者 再來呢 我們把理事電話內容 換成是 045 1234567 好 那就變成這個樣 再來我們檢查說 這個phonebook裡面 有沒有包含這個電話 那如果有的話 告訴我們說 他是在哪裡 於是你下去就可以知道 那是誰的電話 再來就是說 你要去檢驗說 他沒找到的時候 所以呢 找一個裡面不存在的電話號碼 然後看他的結果 四四 傳回force 那如果force的話 再一個鎖定的話 那這個fair one 就是true 好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dictionary的這一種 資料結構 可以嘗試一下 做一個成績表 好 那終於 我們這一學習 到這個地方 就把西校相關的 重要的基礎內容 都已經告訴你各位 那在這裡 我們對於今天所上的 connections 做一點簡單的回顧 首先 我們曉得 connections 是一些常用 資料結構 經由系統 所實作的內容 所以當你有必要 用到一些 資料結構的時候 先嘗試著 找找看 在connections裡面 有沒有適當的 資料結構可以應用 好 那在這些結構裡面 那基礎 而且常見的 概念 就是連結 串列 概念上 是屬於一些 節點 他們彼此之間 有一個next reference 把他們之間連結在一起 那麼因此 當你要插入資料 或者刪除資料的時候 只要改變他們的 reference的標號 那就可以搞定 那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在實際實作的時候 是用類似這樣子的 壁紙和這個內容 相對應的這種表格的方法 來處理種種的操作 但是我們現在 已經不太需要自己 再去用這些方法 去實作這些東西 因為基本的這些資料結構 在collections裡面 都提供了 那當然一些比較複雜的 像是非線性的東西 你還是得要自己去鑽形 不過那個就比較深入 好 那另外呢 我們也看到說 在類似這樣的一個 data structure裡面 那 我有的時候呢 會需要比較 這些物件內容的大小 所以我們就需要 註明某一種類別 它是一個可比較的類別 用一個itemparable 加上一個template 然後我們要去實作 它怎麼去比較 兩個物件之間的大小 然後這一個 還有就是說 實作一個比較器 這些 那這些就可以讓它來應用 好 那我也提到堆疊 那它是一個 cross in plus out 的架構 我們利用push 跟hub 還有peak 可以完成堆疊的一些基本 這個操作 好 那再來我們提到 那麼有了堆疊以後 程式裡面 可以使用一些所謂的避回的方式 來進行一些比較困難的計算 那這些計算 例如我們提到的 階層的方式 還有binary search的這個方法 那麼他們都用到避回的觀念 那這些避回的觀念 在程式碼裡面 就是一個function 那裡頭直接或者間接的呼叫到他自己 那每一次的這個呼叫的參數 都會不見的收斂到什麼一個地方 然後他可以處理那種特殊的情況 那這種時候就是一個避回的運算 那它的好處是 就是在某一些情況裡面 只有這樣寫 才有可能寫出你要解決的問題 的程式 但是呢 它的缺點就是 這樣經過這個避回的話 需要經歷很多的 所以它的計算效率會比較慢 所以它的計算效率會比較慢 好 那另外 就是它的缺點 第一個 你整個list 必須要全部都送過 那這樣它才有辦法 利用它的大小關係 來分開處理 最後我們找到的就是dictionary 那因此呢 可以在某些不同領域的東西 要互相對應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dictionary的方式 來處理它 在有些語言裡面 dictionary的這種方式呢 就叫做map 所以就是把什麼印射到另外一邊去 這樣概念 對 其實就是一個更新的文章 所以是說 只是你真正的文章 你真的想說 這樣子 你真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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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